他做这事你之前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 我要是知道了 能不拦着吗 这些人哪 难怪圣人说呀 那个朽木不可刁眼 对了 应朕走了 他媳妇没走 留下生孩子 你干嘛不拦着他们 他们造了一号怎么生活呀 他爱怎么活就怎么活 不是你撵他们走 更不是我撵他们走 是他们自己非要走 二七说 之后这院子 还有人要走吗 这 是 这人是 你一直在说 这人都在说 他就在说 如果他就在说 他们就在说 我是这大院子里生的 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这个大院子里 我是不会走的 姬子 姬子 冬家睡了 爷 那我走了 不过来 姬子 他走了 冬家 你没睡着啊 你刚才说有要紧的事告诉我 什么事 是有件事 可是大奶奶不让我告诉您 说 什么事 冬家 冬家 您可得注意身子 冬家 一小顺子看 大奶奶说得也对 那小金人留在世上也是个祸害 还不如把他给化了 那小金人即便是化了 但在别人心里 他仍然还在 只要人的贪念还在 只要人的贪念还在 这小金人 永远都在 冬家 画就画了吧 冬家 这银子 是 大张旗鼓的 入骨山西关一号的银库 医生都说了 您都吐血了 至少得休息三月 告诉二七叔 我和大奶奶分的那份银子 把它分成四份 两份留着自己用 那两份 给莺莺他们夫妻俩 还有莺朕的媳妇 要让他们知道 这银子不是公用的 是我跟大奶奶 省下来的 那您跟大奶奶 他们 想用走来逼我分家 告诉他们 办不到 做不到 你 你 你 大帅 这里好像不安全 我们快走吧 不行 说好了跟国民党要员 在这儿见面的 不用担心 保护大帅 走 走 保护大帅 走 快 还不快走 你不要命了 你先走 你先走 别管我 别管我 走 走 走 好 好 大帅 小姑 待会儿我掩护 你大大帅离开 炸弹一想你们就撤 大帅 告诉江作弊 还有吉他同志 离开 别请 大帅 挺住 大帅 快走 联络孙先生 要儿子可命 大帅 大帅 姐 小心 炸弓 走 走 别管 别管我 你快走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走 姐 你活着 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是 快走 快走 快 快 姐 你一定要活着 你给我停住了 谁啊 我 开门 大爷 快走 这个姓蒋的这个 茶水免了 应羽 应羽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赶紧给应季发电报 九叔 九叔有人在北京刺杀了张震吾 谁是张震吾啊 甭问了 赶紧的 你赶快发电报 好好好 听清楚了啊 好 有人在北京刺杀了张震吾 潘大阵卫 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啊 东家 快看这份电报吧 李大掌柜来的 电报上提的张震吾 是不是当年在武昌和清军打仗的那个张大帅 东家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张大帅是辛亥革命的元勋 武昌起的总指挥 这绝不可能 何大掌柜 马上拴那套车 不要去火车站 东家 明天 银子就要入驻 山西观音号的银库 还要举行仪式 你和金巡暗室都必须到场 判断掌柜 告诉金巡暗室 入股山西观音号的事推迟 我有机制 要去北京 必要忘了当年老东家和刘黑漆的事 张大帅 不是刘黑漆 张大帅是革命元勋 我去北京不只是为他收拾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这件事 比入股山西观音号 更重要 少东家 少 盘大人贵 您看 既然 东家说这件事情更重要 那就赶快去办 乔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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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 乔姑 别睡 姐 对不起 乔姑可能照顾不了你了 但你 还有一个亲人 去找他 乔姑希望 你能幸福地活着 我会 乔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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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睡 乔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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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家 去睡一会儿吧 这是几件刚做完 我还没来得及上身的衣裳 你啊 派个稳妥的人 把他送到太原府 山西戒毒所去 给音音媳妇 你去的时候再带些钱 让他平时零用 小姐 你真是个活菩萨呀 一切想得这么周到 驾 驾 冬家 您怎么来了 污里探 在那儿坐着说吧 我有急事 好好好 这下方 秦总 这上方 秦总 这下方 秦总 这下方 秦总 秦总 这下方 不要 我 这个 刘总 总部啊 负责收敛 运回原籍湖北老家 湖北省政府 奉原大总统之命 要在原籍举行国葬 张大帅的灵鹫 已经离开北京了 这么快 是啊 我也奇怪呢 民国政府原来办事 一直拖拖拉拉的 这回怎么疯快呀 李德掌柜 您怎么知道 张大帅第一时间 被刺杀的消息 邓家 这对方啊 不让我告诉您他的名字 我得守信哪 有没有蒋作斌的消息 有 在哪儿 这出了事以后呢 坊间有很多谣传 说这凶手啊 本来是要杀蒋大帅的 结果把张大帅杀了 行 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个人 我要去见鹰鱼 让您给猜出来了 废话不多说 你能掐灰算 一定知道我来找你干啥 三句话 第一 你怎么在第一时间知道 张震武被刺杀的消息 第二 谁做的局 幕后主使又是谁 赐格是谁 第三 谣言说他们是冲着蒋托斌来的 误打误撞地杀了张震武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张震武来北京 那么问题来了 张震武为什么来北京 他来这儿到底来做什么 我真是欠你的 我为什么第一时间知道消息 这无可奉告 谁是做局的 谁是刺客 谁是主谋 那你得问京师地方警师厅去 第三 那就更是你们革命党 和你们仇人之间的事 我一八大胡同讨生活的人 怎么知道呢 你们会告诉我吗 他们的人会告诉我吗 不过啊 我亲眼看到一件事 倒可以告诉你 什么 事发的时候你在现场 你别问这个 我在不在场 和这件事情不相干 接着说 那天晚上你们的人 死了不止张震武一个 还死了个女的 年纪不大 挺年轻的 什么 还死了个女的 那女的是谁 叫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 她从饭店出来还活着 另一个女的把她救了 回头把她领走了 但我知道 后来啊 她死了 行了 回去吧 我再警告你一句 别再谄谎革命党的事 你还知道些事 蒋作斌从山西回来那天 我们在丰盛胡同剧场 还碰上了 那蒋的事现在还在北京吗 还在北京 要是你满京城都是刺客 都在找你 你还不跑你傻呀 远世开那儿有一个 要挖杀的革命党的名单 你知不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 好 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 中国 真的要爆发二次革命吗 照中国现在这个乱象 岂止是二次革命 三次革命 五次革命 那都算少的 这本书里说得清清楚楚 德国人 黎布克内西写的 马克思主义原理 这里面说 人类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 都发生在解决问题的条件 已经成熟之际 不过这德文哪 可能你看不懂 大哥 求你件事 帮我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我要看 这好吧 反正最近我也穷途陌路了 这样吧 就照书局的规矩 万字一两怎么样 大哥 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赶紧给我走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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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家 驾 驾 冬家 冬家 去哪儿啊 冬家 下 下 下 冬家 再不去虎人山 咱就来不及了 你能不能别放我 这李大掌柜 去庆世青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不回来 你愣在这儿干什么呢 赶紧给我找人家 冬家 冬家 李大掌柜来了 李大掌柜 让您等急了吧 渴死我了 李大掌柜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你们可以走了 什么叫 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您看是他吧 李大掌柜 确定是他吗 这 竟是听的人说 这人叫莲花 没错 那个人不可能是他 冬家 不可能是他 真的不可能是他 李大掌柜一定是弄错了 冬家 没错 竟是听的人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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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莲花 是有名的革命党 说他的尸首不能留 留在哪儿将来都是祸害 所以就把他给风化了 把骨灰 撒到了京西的大山里边 没人知道在哪儿 就买了没有 买是买了 那买了怎么还不赶快 送冬家去呀 这潘大掌柜在那边等着呢 说是金勋暗时在那边派人 一天催好几遍 就等着冬家去呢 冬家 要不 冬家 李大掌柜 我打算先不回山西了 我要在这儿再待两天 我要去西山 去记点一下他 您树大招风 您呀 先回山西去办大事 这些呢交给我们来办 等这些事情都办好了以后 人们把这个事 这个人给忘了 你再悄悄地来北京 去祭奠他 冬家 李大掌柜 那个 跟他在一起那个同伴 叫巧姑的 竟是听的人说啊 他那个同伴啊 去向不明 说可能已经下了江南了 现在正全国通缉呢 冬家 咱真该走了 一会儿就真赶不上了 赶快套车 送冬家去火车站 快走快走 冬家 冬家 这边 最里面那个 要不准啊 好准啊 what件呢 杂稜呢 Action 根捐他 レンジャ Cuban 我们能不能想到 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邓家 您放心 我会尽力的 走了 邓家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咱们接手广盛园的事情 有些麻烦 怎么了 京都地方警示厅啊 这本来挺高兴的 忽然口风又变了 说是财政部要插手 财政部 财政部的人哪 给我透了一个口风 说是您哪 有一条光明大道 您不走 他们是想让我搭上 财政部的大员 让我直接找袁世凯吧 恐怕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以前有人跟我说过 被我拒绝了 行 那下一步怎么走 您跟潘大掌柜的 你们定 送旅客的请下车 送旅客的请下车 邓家 那我先走了啊 送旅客的请下车 好好好 我说说您 送旅客的请下车 走 邓家 还有一个事情我没跟您说 您找的那个蒋座滨蒋大帅 现在在天津的法租界 您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怕跟您说得太早了 您不回山西了 我先走了啊 去 来 将军 给您 这个送旅客的请下车 于是 来了 来了 等他进来 王使 这边请 一刀兄弟 这是金大人 快拜见金大人 小人王一刀 见过大人 起来起来 这都民国了 不姓这个 起来起来 谢大人 你 你真是王一刀 是的 小人的确是王一刀 王一刀 我问你 你 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啊 大人别再问了 小人不想说 这个人连这点事都不愿意让本官知道 我可不敢用它 轰出去 大人 我说 我说 这件事说起来丢人 前些天官府到小人的山寨上讨伐 打了一发炮弹 当时小人正在油锅前吃炸糕 不 没成想 这发炮弹正好落到了油锅里 这不 小人的脸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 别拆电动 英雄 住手 英雄 英雄 住手 英雄 住手 大人 住手 祝你 住手 英雄 住手 放着 我 你看 你 任何人都拦不住 罢了罢了 王石 进吧 王英雄 回来回来 走 来呀 王英雄 王一栋 王英雄 知道我要派你去做什么吗 知道 替大人看守山西官员号的银库 本官想让你做什么怎么做 崔先生跟你说了吗 说过 只有大人下令 否则 绝不能让银库里留出一两银子 还有吗 山西官员号的银子 就是大人的命 保住了银子 就保住了大人的命 胡说 王英雄 错了 错了 守住了山西官员号的银子 就是保住了你的命 不然大人会通过原大总统 在全国的人通缉你 抓到你枪毙你 是这么回事吗 就算是吧 走吧 说是明天官员号开张仪式的事情 大人 您放心 保证您明天到场的时候 古月齐名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啊 听我吩咐 不 明天 让王一道从燕门关外带下来的土匪 全部穿上警察的服装 到官营号外站着 王石 你做示威队长 你还要做 全山西警察的总队长 大人 我 我觉得我 你别看你哥 我这次用你 没用你哥 一是因为你哥 还要为本官做更重要的事情 二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更信任你 而不是你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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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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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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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瞧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 把他们回进来 不是啊 不是啊 警察来了 不是啊 不是啊 站住 回去 这没道理呀 我们没犯法呀 少废话 回去 看在这儿 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我刚知道 你知道这是 爸爸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这山西官营号 毕竟带了一个官子 虽然今天官府 没有保证进入营库 可这里面有他们很大的利益啊 他们让警察到会场来站哨 那好啊 你以往 花钱不是还请不来吗 这也是 董事长 你看那边 又是军业队来了 又是军业队来了 要不让人瞧见啊 有这正常的事啊 这些都来了 要不让人瞧见啊 又是军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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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那炮子弄啊 来得够全的 还有炮车呢 金医学院士还说 官营号开张得名炮十一响 你不是也喜欢带个官子吗 金勇大人到 好了 董事长 下去营营吧 金勇案士 金勇案士 金大人来了 没想到啊 不是了 乔东家 现在是民国了 不是大人 是勇案士 请吧 时辰到了吧 回大人 时辰差不多了 那就 下面的仪式就是接牌吧 第一项是宣布仪式开始 第二项才是接牌 那就宣布吧 既然没有人主持 那我就主持了 各位来宾 各位记者 等等 是 怎么了 乔东家 按照规定 接牌仪式以后 是迎接银车入库 可这银子 现在还在录制 这是怎么安排的 为了等乔家的银子 本官还得站在这儿等吗 应计不敢 大人要是累了 可以先回客房休息 如果要是公务繁忙的话 可以先回衙门处理公务 按照章程 接牌仪式这种事 是交给董事会负责的 大人可以不出面 金大人请吧 乔东家 你这是给我下逐客令吧 大人 我真的觉得 您不适合站在这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些山西的商人 可就不敢入股 山西观音号了 为什么 自古晋商有个规定 从不跟官府搭交道 如果您希望 山西观音号开张以后 能够日进斗金的话 那么还是请您 马上离开 大人 不能就这么走了 是吧 乔延记 既然金大人来了 就不能这么轻易地走了 当然了 大人已经来了 怎么能白来呢 山子 把花篮抬出来 各位相遇 各位记者 什么 今天金寻暗室 为了山西观音号开张 特意送来了花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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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公物缠身 必须马上离开 大家 大家送金寻暗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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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大掌柜 替我 宋大人 金寻暗室 既是公物缠身 请 你看咱们瞧东西多厉害 他让谁走 谁就得走 是 是 我要知道 他才是这里的主人 崔王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邀请的名单上 好像没有你的名字吧 对了 你不是随金大人一块来的吗 那赶紧随金大人一块回去吧 你会后悔的 乔原济 你 别这么走啊 把你那些炮车警察还有乐队 一并带回去 到了中午 我们乔家可不管饭了 老师 把你那军乐队炮车全部带走 让他一个人在这儿唱独角戏吧 对了 尽大人 慢走 说话还愤怒 够看来在神习棍以后 还是咱商人 对 瞧就咱这么沉的 一来吧 这孩子都放心了 跟官家没关系 守队 这桥洞家 真是给咱商人 长了智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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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冬姐真厉害 你怎么摆头发去球呢 这不是观音号开张吗 沾点喜气 别光顾着开心 我有一件大事交给你 敢不敢做啊 敢呢 只要冬姐交给小栓的事 小栓都敢 我要让你帮我 盯着山西观音号的银库 金勇那边出一个人 我这边也出一个人 双抱歉 放心吧 冬姐 就交给我了 辛苦了 潘大正贵啊 看来我不应该让 车要买走 他是监视会的主席 我都给忘了 乔董姐 这个就不用了 金勋案实已经改主意了 这个监视会主席 也先让我来代理 金勋案实这个主意 出得倒是真不错 副董事长赶紧主持吧 好 大家先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各位来宾 各位记者 山西观音号 揭牌仪式现在开始 首先 请我们的董事长 乔应济先生 经理潘维延先生 为山西观音号揭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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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ing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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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盎